10月13日,NBA季前赛继续进行,今年的季前赛可谓是看点十足,特别是有了胡人和勇士这样的二番战巅峰对决, 胡人和勇士的一番战,超级巨星杜兰特只打了两截,但就累计六次范规被罚下场,这是杜兰特加盟勇士两年多以来,第一次在比赛中六次贩卖被罚出场,或许是觉得杜兰特被罚太静默了,或计二当家,拿着1.6亿大合同的巨星, 鲍罗,今天也体验了一把六番被罚下的感觉,而且他在比赛中是直接自理第六次范规被罚下场,省得教练额外再叫换人了,而今天胡人和勇士的二番战,打得更是激情刺涉,虽然詹姆斯和杜兰特没有出场,但有格林和比斯利这样的刺头在场上,比赛怎么可能没有火花擦出呢? 果然,比赛中格林在防守时撞倒了比斯利,两人立刻发生了冲突,麦迪冲过来几围,裁判给了格林和比斯利各一个技术犯规,但随后两人还在盯止些什么,结果裁判看到比斯利,有一个拍格林后背的动作后,居然也不管这个动作是恶硬还是善意的,直接把比斯利给罚出场了。 比斯利在火箭队效力时,就是出名的刺头,如今跟张黄龙多组队给张黄当搭档,恐怕想安生多拿。